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 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 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9月10日中美援手通话时 拜登总统表示 美方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中方已就上述媒体报道的有关动向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因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以实际行动 履行美方有关承诺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和提升实质关系 包括不得将台湾驻美经文处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美方应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感谢观看 美方应慎重处理涉台